HIT 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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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歡迎來到今天的HIT F.M. 這裡是HIT F.M. 北部107.7 中午9.5 南部90.1 1 宜蘭97.1 花東107.7 我是Gigi 今天我們的那個錄音室 非常非常的熱鬧 有五位朋友來到現場 讓我們來歡迎張三李四 嗨 許玉姐好 大家好 是 這個 應該是說對於這個團體又熟悉 但是又有點陌生 因為呢 這次呢來到錄音室裡面 我只認識其中一個人 我只認識張三對不對 要不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次算是一個全新3.0版本 的張三李四 對 因為一直以來張三李四就是聚集 一些不同的優秀音樂人 然後一起合作一起玩音樂 然後這一張的突破來到這個 Poey跟無敵擅長的浪漫電子 R&B Hip Hop的一些曲風 是 因為這張專程跟以往真的完全不同 是 很多音樂性的 嘗試 對 是的 好 然後呢 怎麼會開始想要往這一塊 這一方面進行 是先找到Poey跟無敵呢 還是 Poey跟無敵是比較早 先遇到了他們 對 那基本上 玩音樂是辛苦的嘛 在他們還沒有 這個加入 我們還沒有聚集之前啦 他們其實都很辛苦 包括 Wudi之前是這個在 音樂路難走嘛 所以又 就這個 當了舞行 替身 還摔斷手 對 怎麼會去嘗試做這個呢 是高中就是老師來教學就是 就是武打的動作 然後就帶了一兩個學生出去拍戲這樣子 然後就一拍就四五年這樣 這個很跳痛耶 就是從本來想要做音樂的 對 但是我當時有 然後跑去當武打 對 我當時有剛好在玩團啦 所以就是音樂跟武打 兼顧 對 因為音樂這條路其實真的是很辛苦 對不對 這是Wudi的故事 那Poey呢 Poey也是靠著微博的生活費 靠著微博的薪水 靠著微博的薪水 然後 比賽 到處去當那個獎金獵人這樣子 喔 就哪裡有比賽就去參加 這樣多久的時間了呢 這樣大概從大學畢業到現在 應該三四年 哇 那也算有一段時間耶 對對對 好 那Suyung跟Money是兄妹 對 又是怎麼被張三找到的呢 其實是因為無敵幫我們牽線的 唉唷 因為我們 你是去拍武打戲嗎 不是不是不是 因為我們之前表演都會找無敵幫我們 就是彈奏吉他 是 對 然後所以後來就 無敵有一天就密我們說 欸就是我這裡有一個機會 想要就是找我們這樣 然後就說就是 常常理事啊 可以去適應什麼的 然後後來就因為這樣 對 那Suyung也是嗎 對 我們就是一起加入 是一起的 兄妹一直以來都是 一起在做音樂 對音樂有興趣的事嗎 對對對 都是一起的 真的是不容易耶 他們也很辛苦喔 從阿里山 因為他們是州族的原住民 從阿里山來到台北打拼 然後曾經為了腳房豬 然後好幾天 就一起分吃一個麵包這樣子 嗯 對啊 但是他們的音樂才華很 很棒 不得了 對 因為在詞曲的創作上面 還有他們的這個聲線 對 就是都帶有一種 很有動力又很有驚喜感這樣 是 所以這一次的李四門 其實都像是遇到了博樂般對不對 對對對 嗯 你們那時候第一次遇到 張三的感覺是什麼 我覺得每個人講一句 講一下好了 好不好 OK 讓大家多認識你們一下 那我們從曼寧先開始 呵呵呵 也是說遇到這件事情 對 因為這畢竟來說 對你們來說是一個 一直希望可以得到的機會 畢竟發行專輯 我想是每個 對音樂有興趣的朋友 最大的夢想 對 然後又是一個 這麼棒的leader 對不對 我那時候收到 就是我們適應過的通知 我跟賢兵就是立馬打電話 然後我們大尖叫 然後真的快要苦 因為很開心 因為對我們來說算是一個 新的里程碑 就是我們在台北 因為我們來到台北也八年了 然後就是這一路上 也都是自己 自己在玩音樂 然後終於有一個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 新的開始 一個新的機會 所以我們真的非常的high 真的超開心的 對 因為那時候我就接 其實我是第一個知道這個消息 就是要加入 正安離世這個消息 所以 我當下就馬上 打電話給我妹妹 對 然後就很開心說 欸 真的假的 我們要加入一個 金曲團隊了 對 然後我們超開心 那時候應該從來沒有想過 這個可能性 從來沒有想過 從來沒有想過 所以很謝謝無敵 真的 告訴你們這個訊息 真的很感興趣 無敵那時候是怎麼說的 就是說有這個是 是唱的 你們要不要來試試看 那 他其實很隨心說 大家一起玩音樂啊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我想說我們就可以去試試看 那時候是有一個音樂出來了嗎 一個曲子出來嗎 還是怎麼樣 怎麼樣進行這個考試的呢 其實最早是因為無敵 有跟他們在做合作啦 就是自己會玩玩音樂啊 然後幫他們彈吉他之類的 那後來我就問他說 欸他們蠻有型的 而且創作能量是很強的 嗯 那是不是可以 我們可以來 來這個練團室 然後我們可以來試看看這樣子 試看看 對啊然後 那個時候已經有歌了 有啦那時候有 有兩首歌 有兩首歌 對然後就是 就大家試著玩看看 所以 無敵跟博藝是完全不用考試的 哈哈哈哈 無敵跟博藝 因為可能之前 之前就有合作上的 對 就已經有合作過了嗎 他們是其實他們都是 我們公司音樂部的同事啊 哦 對都是同事 然後 就是都看到他們音樂的能耐嘛 音樂這方面的才華 是 所以就覺得 欸這樣子的一個方向 他們擅長的這個風格 真的會很不錯這樣 嗯 嗯 好但是 那他們兩個我就不問他們囉 哈哈哈 沒關係 還是你們有很多想要講的 就是關於 無敵要不要講一下 沒事啊沒事 沒事 可以講可以講 可以講你講你講 喔就是 我遇到三哥的時候 就是進來這間公司的時候 是因為拍戲遇到三哥 你說在武打那時候嗎 對 怎麼會遇到呢 在戲劇 快舉蹦了 對啦我後面跑去收音 哦 就是因為 就你想要都試試看 對因為其實武打戲在台灣 比較少 嗯 所以就 去拚也很累耶 找一個 找一個收音的工作 嗯 對然後就遇到三哥 嗯 然後三哥就邀請我到他們公司 去做一些 音樂編曲啊 什麼的 嗯 那時候你是跟他聊了什麼 還是本來 其實沒什麼聊耶 是本來 本來有 本來有認識 在另一個錄音室認識的 哦然後又遇到了 對三哥一直就知道 我有在彈吉他什麼 然後就 問我要不要去公司幫忙 是 好 那回應呢 嗯 那時候就很希望 做音樂可以有一份 穩定的薪水 對 這樣就可以完全把心思 放在創作上面 嗯 然後那時候也是因為認知無敵 知道 欸他有一份穩定的薪水 在做音樂 哈哈哈哈 就叫他幫你介紹 然後就成立了自己 歷年來最強的作品集 這樣子 對所以其實三哥是 你們全部人的貴人 然後無敵其實有另外一個 特別的身份 對不對 幫你們宣獻 哈哈哈 那我想要問的是 因為剛剛我也有說 就是 獎金獵人 嗯 其實這個是 還滿辛苦的 對不對 你要做很多不同準備 而且完全沒有時間創作嗎 就是 你的創作可能就是 要否 得比賽得名 這樣子 哦 對 就要寫一些比較容易得獎的 對 他的意思是說題材 嗯 對 總不能太簡單的 情愛嘛 我愛你愛我 就是可能要有一些人文 或是一些議題的 概念在裡面 對 他在原創音樂大獎 也得了很好的成績 嗯 對很棒 厲害 但我覺得這一次專輯 真的非常非常厲害 因為其實呢 呃在專輯裡面 你們有分了很多不同的主題 然後每一個主題的音樂性 都是不同的 我們等一下再來跟大家好好介紹 這張專輯 那我想先來聽一下那個 因為很多首我都很喜歡 我們先來聽不好說好了 好 因為我們都知道一直以來呢 張三里斯的團員 都是有些不一樣的變動 根據音樂 音樂的風格性 對不對 那這一次呢 其實算是可以講3.0版啦 3.0最新版本 然後呢 每一個人都有各司其職 都有自己專場的部分 例如我們自己來介紹一下好了 好 柯穎你的這個專場是 大家好我是Chion Lee的Boy 我負責的是編曲 然後Vocoder 還有Keyboard 這樣子 嗯 不要謙虛喔 大家都要全部講出來喔 好 我們換無敵 哈哈哈哈 大家好我是Chion Lee的無敵 然後我也是在做編曲 然後會彈吉他 Bass還有Toebox 這是我所有的武器 所有的武器齁 好 大哥要講一下嗎 大哥 我就 我就張三對 我補充說明一下 Boe跟無敵是共同製作人 嗯 所以他們在 這張專輯的共同製作人 所以他們在製作方面 也花了很多時間 研究 然後 這個不斷的精進 嗯 對 我想先問 這是你們兩個第一次擔任製作人嗎 嗯 不是 正式這張專輯的話 可能是真的第一次 那心情如何呢 壓力呢 呵呵呵 其實算蠻大的 嗯 壓力蠻大的 中間有什麼最難忘的事嗎 在製作這張專輯的時候 可以講出來 他怎麼突突你們的好沒有啦開玩笑 沒有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很 他們一直打斷重練 開心想要把這個做好 他們一直打掉重練 因為 嗯 太多想法對不對 還好再更好 嗯 但重做了幾次呢 嗯 基本上沒有一首歌是一次就過關的 哪一首歌做最久 呃 你們兩個記得嗎 可能是麻木 麻木 對對對 哦 就是一開始這idea出來的時候 到最後聽到的樣子 完全不一樣 七百二十度 轉了三四圈 是喔 對對對 所以麻木跟最早設想的是不一樣的 對 完全 完全的不一樣 是 好 這個專門這張專輯的兩位製作人 對 那我想呢 身為這個Vocal還有詞曲創作 應該也不是一件輕鬆的事對不對 曼寧跟蘇永 對 因為在這方面其實 因為我本身就很喜歡寫詞 然後在這方面就是三哥他 就是 算是教我蠻多方向可以寫的 所以就是我自己在這段專輯也學到很多 關於寫詞這個 這個就是 就是 這件事 然後 一開始也是蠻緊張 因為我講說 就是我自己真的有辦法寫到 符合 因為Boy跟無敵他們編的編曲 我自己就想說 有辦法寫進去這個歌裡 所以你是先聽到曲了 然後才開始寫詞的部分 呃 我通常會先寫詞 就是大概會 對 我通常是這樣 好 但是那時候就有點擔心 可不可以把他們合在一起 對對對 那有撞搶琴嗎 有 像是那一首那個Lis Island 是嗎 欸那是寫曲吧 其實 欸是什麼 為蝦蜜外 對那一首就是 蝦耳愛你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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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首歌其實我們也是 試過好多版本 就是連遲啊 曲啊 都嘗試很多版本 嗯 對 出來也跟之前的不一樣 也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所以真的是偶心力寫之作 欸對不對 對啊哥哥呢 其實因為像我們 我們就會分工在裡面 就是持曲創作 所以其實 也是就是 給他們遲 然後又被打槍又推回來 然後所以也是 反覆了 試了很多遍 對因為我覺得大家可能都是求好心切 在那我就想要為你們的頭頭張三 當初這張專輯在 呃 整個 有發想的時候 是因為遇到了他們兩位 遇到了Paul跟無敵 大概就想說可以往這個音樂方向去做 嗯 但是這張裡面不只 這張音樂好豐富喔 是 而且主題也很豐富欸 嗯 就是你們講到了 呃科技 食物戀 男女還有霸凌的事情 是 你們應該那個主題也跳過很多吧 很多 嗯 因為我一開始 這張專輯 除了在音樂上面跟Boy無敵 有一些討論啊 嗯 那其實主題上面 原自於是來 來自這個網路上的一個監視器畫面 嗯 所拍到 呃這個一個中年 你是說你那時候看到了一個監視器畫面 對在網路上 哦 一個中年的男子 吃刀刺殺了一個男同學 啊 從這個事情開始 嗯 然後我們等於說去 去了解他背後的更多的故事 是 他的事情是怎樣發生的 然後由這個事件去改變做成是我們這樣專輯的概念 因為 現在這個時代不管是霸凌事件啊 或者是這個隨機殺人啊 其實很多這樣的事情 需要我們更多元更多更全貌的去看到事情 嗯 的各個角度 嗯 對然後去關注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這一次專輯的主題 就是Sign it all 一個問號 就是說 真的是看到事情的全部的樣貌了嗎 有時候 不是說 像你想或是我想的這樣子 是 但我很好奇的是 你們是用一個倒敘法的方式 就是那首歌是排在最後 是 它是有特別用意的嗎 Sign it all 因為一開始的主題 我們從科技開始嘛 嗯 那基本上科技 呃 帶來人的親密 也帶來人的疏離 疏離 對 所以 呃 我們在這個設定上面是 這個受到霸凌的女孩 哦 就是她因為長大以後 帶著滿身傷 嗯 然後她也一直在 這個過程中 呃 想要進行一些報復 對於上 其實是有一個主題的故事的 是 然後用一個倒敘法 但其實這全部每一個都跟她有串聯 是 所以她就帶著 她戴了VR眼鏡在回憶她的爸爸 嗯 本來記憶是可以忘記傷痛的嘛 嗯 但是因為科技 讓她一直記得 你會一直看到 對 嗯 所以由這樣子來開始帶出整個故事 包括 呃 原來男同學 不是 被中年男子 就是 隨機殺害的 嗯 因為 這個中年男子就是 霸凌 被霸凌女孩的爸爸 嗯 所以是男同學 就是 常常在學校裡面就是霸凌 他女兒 所以 所以從這樣子開始 嗯 然後 一直到 法官 沒有判子欣 然後 呃 後來 男同學的爸爸又叫說 司機 撞死了 這個中年男子 就是一整個事件的經過 這樣子 所以是真的社會事件嗎 呃 還是你們有加了一些故事在裡面嗎 嚇死我了 哈哈哈 但是 但是 算是我們 但是這個事情是真的 是真實發生 而且是 我們有看到這個畫面的 對 但其實剛剛講到很多啦 例如說 可能像我們科技越來越發達 感覺好像大家都用了社群網站 然後大家關係都很 近 可是其實 那些好像都還蠻疏遠的 反而人跟人碰面的時候會不知道說些什麼 是啊 對不對 對 講到霸凌的部分 在網路上面有 人人都有一把槍 是 對啊 鍵盤就是子彈啊 對 所以 應該多多 可能從 真的從各個角度去關注 審視這些事情 嗯 對 沒有想到從一個這個網路上看到的畫面 就出現了這張這麼棒的專輯 謝謝 雖然很想謝謝那個video 但不行 哈哈哈 對 畢竟就是一個 這樣的事情真的層出不少 應該前陣子不管是 台鐵殺警 然後在美國的這個 這個事件 然後造成到暴動 然後一直到很多 隨機殺人的事情 對 霸凌的事情 其實有很多值得我們區域關切的EP 對 所以呢就有了這張專輯囉 是 那我們就來聽這個主要的這首單曲 和專輯透明 Sing it out 這不合是彩色的 紅黃綠黃變成 垃圾 你的我的他的 你見的是有人的 你把火灼鐵破死了 吃不到不要吐葡萄皮 不是葡萄豆 吐葡萄皮 這不是要口令遊戲 已經看懂全部了嗎 是的 歡迎繼續回到今天的黑折磨 我們剛剛就講的這個 很多社會的議題 好像都是需要大家去關心 講得好像有點沉重 但其實呢這個 呃 張三里斯這次的作品 聽起來是非常放鬆的 對不對 然後音樂性很多元 對 要不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衝突性呢 呃 對 其實議題是比較沉重一點 對 但是因為 呃 不管是 在座的另外四位年輕人 或者是說 現在大眾所聽到的音樂的 這個風格 方向 嗯 其實都比較 都比較舒服一點 對 讓大家比較容易接受 是 而且可以一直repeat播放 對 喔這張專輯真的很適合一直重複聽 是 很chill的感覺 對很chill的感覺 然後已經發行囉 6月24號就已經推出了 是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支持 然後我聽 這個 看了一下那個專輯的封面設計 整個包裝 也跟 呃 專輯的主題是很切合的 是 因為 嗯 我們封面是用了一個小女孩 嗯 透過門縫 看虧視這個世界 然後她流著淚 但是很美 對 所以 呃 然後她這個帶著身上的傷疤 就是封底 嗯 是她的一個背影 嗯 這個傷疤不一定是真的是受傷了她嗎 有時候 有些在心理上面的 心理的印記 對那反而是一輩子 傷疤會淡 對 可是心理的記憶有的時候是 一輩子的一個陰影 你在哪裡 是 所以封面是正面的她小時候小女孩的一個 嗯 畫面 封底是她背影長大後的一個畫面 很用心耶 然後內頁是 呃 因為這一張專輯本身就是一部電影啊 嗯 就是說我們把分鏡都已經畫出來了 是 在內頁裡面有滿滿的分鏡 對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支持這張專輯 我們不能透露太多好不好 請大家就行動支持去買 已經發行了 賣一個關子 賣一個關子 大家自己去挖掘 但是我想知道 因為其實在這張專輯裡面 跟四個很厲害的女歌手合作 你們第一次合作的心情呢 是 來誰要先來發表感 我先講我是Boy 就是 因為他們都是金曲等級的歌手 所以在錄的時候就會跟 錄一般的歌手感覺會不一樣 對對對 然後我們 什麼樣不一樣 就是 是有光 哈哈哈哈 就是他們都會丟 雙手在發抖 其實他不會是 你叫他去執行什麼 就是 他會丟他的想法給你 對 都是一直在交流的狀態 喔很棒耶 一直有火花出來對不對 然後比較困難就是在做選擇這樣 因為他們看了很多想法 我們也很多想法 然後 時間又很趕 因為大家的時間都很難交這樣子 對 然後 但是過程是滿享受的 嗯 對 但第一張就這樣很有挑戰耶 對 第一次擔任製作人 對對對 然後大家又都在後面這樣 手插著腰這樣 看著你們兩個會怎麼決定 對 然後別人的經紀人也都在這樣 哇 有壓力 對 但不錯啊我覺得很棒 這張 成品出來好 來無敵呢 我是無敵 然後 我也是滿緊張的遇到這金曲歌後 嗯 然後 就是我原本覺得我編曲就是可能 沒有到這麼好聽 但是他把 就是我們有一首歌是Futuring 就是 你要有自信 泰雅族的女歌手 結果他唱進去那個鼓調的頻率 就讓我整個嚇一跳說 哇原來 滿好聽的 這一敗為己 對 喔 對 很厲害 很厲害 也學到一課了齁 對 好那兩位呢 兄妹呢 俗用 就是 其實這次滿開心的 就是 有跟呂強合作 是 因為我們其實之前就認識了 我跟Money 我們之前就認識了 所以 因為他的聲音就是 很有穿透力 然後又可以很柔 R&B 對 所以 其實這次能跟他合作 我們真的 覺得很榮幸 很開心 好 那妹妹呢 我自己就跟無敵一樣 就是我那時候聽到 一拜為己 然後那時候就是 聽到他的上映 因為我本身就是很 就是很喜歡泰雅主唱鼓標的聲音 喔 對他們就會有這種 有療癒的感覺 對 然後 我沒想過就是加入Toebox 跟就是 鼓調的那種結合 會是這麼的一個 就是 我自己 就是在那一天錄的時候 我就說 奉出心之味 是 你講到一個重點 剛剛有提到Toebox 那是一個特別的樂器嗎 對 無敵你太客氣了 你要講你還會這個東西 對 那是什麼 對他其實就是一個 哈哈哈 我不知道欸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那其實就是一個效果器啦 就是在 這東西其實已經很久了 就是一九四幾年就有了 然後他一開始吉他的效果器 是 然後他原理就是把頻率送到一根管子裡 然後管子在 就是含在嘴巴裡 是 然後你講話的時候 就有那個頻率 那這是你的強項之一 對 對不對 對 然後咬字就會可以聽得清楚 但是又是電子的Toe 哦 好那再來我想請問張三 是 因為以往其實 張三理事的專輯 都是台語歌 嗯 這次 也沒有 應該大量啦 還蠻多的啊 第一張是 比較多台語 對 然後第二張 就差不多一半一半 但這次只有一首 其實 而且還不是全部的 其實都是片段啦 其實對 都是片段 這就一首比較多一點 比較多一點點 沒有特別的原因 對 就是跟我們這個金曲歌后 嗯 曹雅雯 跟他合作的 嗯 那雅雯其實很早之前 我就想要跟他合作 就是在 這個 他還在主持節目的時候 對 那我們在電視台碰到 然後我們去錄了節目 然後我就 當下我就有問他說 欸有機會 我們是不是可以來合作一下 嗯 因為那時候不是很熟 嗯 嗯 然後沒想到他回憶得超快 他就 你自己直接問他 我直接問他 因為我們在台上嘛 嗯 就剛好在等 錄影的時候 嗯 他就很快速回憶得說 求之不得啊 對 然後我就有點 嚇到說 如果是官方 官方的回應 應該也沒有這麼的直接這樣 對 那終於在這個專輯有 這麼棒的機會 太好了 對 但是其實這一個歌 有什麼 這首歌呢 其實 呃 也是亞文原本的一個demo 啊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在寫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撞牆撞很久 哦 大家在發翔啊 嗯 再打雕又重練 打到重練 來來回回 後來有一天 無敵就 就因為在聽著亞文的demo嘛 然後他就有一天就來說 就是要這個樣子 他說他覺得有沒有可能我們 就是有一個這樣子的 一個旋律 一個唱法 嗯 然後後來就說 欸好像蠻適合的 問一下亞文說 那我們就來合作 這一首 嗯 直接就來唱這個 這個歌這樣子 那 就是真的是 一拍即合 這個音樂 就變成這樣子 對對對 但是其實我想你們都跟 很多的優秀音樂人有接觸 然後如果今天要請你們推薦 一首其他人的歌 你們會選誰的歌呢 嗯 嗯 就你來說好了 覺得可以推薦一下 嗯 也是我們公司的一組藝人 嗯 叫陳優 嗯 對然後他們前陣子有發一個單曲 跟這個烏克莉莉 以及吉他品牌 他叫阿妞妞 嗯 對的一個合作 嗯 然後這個單曲叫 Crazy Dreamer 為什麼會選這首歌呢 我覺得這首歌其實如果 放在我們專輯裡面 也不會太違和 因為他也是很舒服 嗯 也是很chill 嗯 對然後 只是他們是兩個女生的 演唱組合嘛 嗯 就跟我們的tone調是不太一樣的 不太一樣的 對對對 好那我們就要來聽這首歌囉 好 怎麼今天又是在 關鍵時刻驚醒 哇 設計到零總是壞了好戲 Yeah 好的時間那個過很快馬上到我們今天最終的階段 讓我們再次介紹在我們現場的是 大家好 我們是 好要一個一個自我介紹喔 哈哈哈哈 大家好我是 Chun & Lee的 大家好我是 Chun & Lee的 Chun & Lee的 大家好我是 Chun & Lee的 我是 Chun & Lee的 是這一次呢 這個帶來一整組厲害的人馬 對不對 張三 然後帶來一張非常棒的專輯 那我想每個人應該都有專輯裡面最喜歡的那首歌吧 你們選得出來嗎 我先選嗎 對啊你選啦 你選 我喜歡的是那個 唯一喜歡的是哪一首 不好說 不好說就是我一開始選的那首 對對對 嗯 這是歸類在食物鏈的 對對對 我覺得它是一個幾乎沒得挑就是 什麼都很完美的 對 而且聽了會讓人有認真會很放鬆的感覺 哦 這首歌是誰寫的 呃 是 Mani跟水庸一起寫的 一起寫的 嗯 而且這首歌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有完全的參與 不會說誰佔的比例比較多 喔 很平均 而且它好像剛好也是放在 專輯中最中間的一首歌對不對 是刻意的嗎 你們那個編排應該都是很 欸 刻意的吧 好像就照著主題這樣下來 嗯 就很剛好 其實我們有安排啦 正在劇情然後跟聆聽度來講的話來編排這樣 嗯 有照那個感覺走 嗯 好 不好說 欸 換無敵吧 對 哈哈哈哈 無敵 換你了 然後我最喜歡的是List Island 喔 對 為什麼選List Island 我覺得它故事是悲傷的 然後但是它 我把它編得有點浪漫 嗯 因為我覺得不一定每一種悲傷都是 一定要很低落這樣子 對 就我用浪漫來呈現它 對 然後我特別喜歡那種浪漫的氣氛 我也在那裡著名了為浪漫 哈哈哈哈 是一首為浪漫的歌 我也很喜歡這一首 好 所以這個是跟一敗維吉合作的那首 對 List Island 好 那張三自己最喜歡的是哪一首 好難選喔 都很喜歡欸 這是我們的 不行一定要他們兩個都選了 聰明單學CEO也很棒 跟雅雯合唱的這個 無聲明外遺憾你愛力 也有一個突破很棒 嗯 那我特別講一下跟這個 柯宇的歌后 是 宇喬 他是二本貓也是 I can't stop 對 村面樂樂隊的這個主唱 嗯 這首歌其實我們在錄音室裡面錄的時候 他也給了很多想法 哦 因為在客家的一些鼓調上面的話 他是很有研究的 嗯 然後他去想欸 怎麼樣可以在這個集信裡面加入 這一段他現在唱的前奏 嗯 這個前奏的這個部分 嗯 然後這首歌的曲風的變化也很豐富 一開始是比較走慢一點的 嗯 步調比較慢 然後他中間一段又 稍微開始往前進 嗯 嗯 所以整個的 不管是 鋪陳 對鋪陳或是音色的原創度 我其實都整個都很喜歡 很厲害 嗯 好 適用呢 我的話其實也是不好說 但是我還有另外一個選擇 還有另外一個 因為被他說走了 對 哈哈哈 我覺得是麻木欸 麻木 我們剛剛也有聊到這一首 對 因為其實 那時候在錄這首歌的時候其實 我覺得 比較重一點感覺 對所以 對我來說那個 吶喊那個嘶吼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紓壓的 嗯 而且就跟麻木本身是很衝突 對 對不對 就是有一個無奈跟憤怒的感覺 嗯 好 來 滿寧呢 我是不好說 雖然博一開講過 不好說已經累積三票了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不好說就是 我們平常會說的話 不好說 就是有時候你不知道該怎麼講 然後有時候你想說 但是又不能說 對 有點無奈嗎 也不是 有點不知道該怎麼說 不知所措也許 對所以我們平常講話 有時候也會這樣說 欸不好說 對 然後我自己也很喜歡曲風 就是很輕鬆 但是它其實歌詞內容 沒有那麼的輕鬆 對 所以我很喜歡 很喜歡這首 好囉 這個大家都講自己最喜歡的 那我想 這麼棒的這樣專輯 是希望大家好好用力來支持 但如果想要知道 你們那些訊息 可以去哪裡 知道呢 在我們的Facebook 還有IG Instagram 的這個粉絲專頁 搜尋 搜尋 張三李四 就可以找得到了 對就可以搜尋得到 而且接下來 是不是還有一系列的這個活動 可以跟大家有近距離接觸的機會 可以看到你們的表演嗎 去排這個現場的活動啊 表演或是校園 應該很快可以跟大家見面 太好了 所以都可以去follow你們的 臉書還有IG 是 去按讚追蹤 就可以知道最新的訊息 是 好那我想最後呢 當然還是要來播一首你們的歌 但因為這張太多好聽的歌 我很難決定 就你們一二三喔 說一首 看會不會一樣 剛剛我們已經聽了不好說 然後我們也聽了 sing it all 那我覺得可以 不行不能 不能串工 所以要一起講出來嗎 那如果講的都不一樣怎麼辦 沒關係啊 沒關係啊 好啦來 看哪一首講最多 好來 一二三 Lise Island 喔Lise Island最大聲 他兩個 你講什麼 Lise Island 我講 Lise Island 三個Lise Island 那其他兩位講什麼呢 過範了 你說什麼 Lise Island OK 只有我說I can't stop I can't stop 你是說那個 Wishami 喔那就是Lise Island Lise Island 特別一題是 是由我們葛大偉老師 喔 一起來跟我們跨刀作詞 很棒的一個詞 這張專輯還有另外一個作詞的老師 叫武雄 武雄老師 跟我們在 槍槍槍槍槍這首歌裡面有合作 嗯 對 我覺得很適合在最後 在禮拜六的下午聽著有點小浪漫的歌 然後有好嗓音陪我們度過周末 那最後我們就要來聽這首Lise Island了 謝謝張三李四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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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來了也忘了 曾經想哭想笑的 誰失控誰放空 不可能不要忘的 要喝苦要啤酒要享受 而他不只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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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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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死活